今天这位大佬不小心被困在最真实的NC中 无论是环境和物品都达到了四开画质 导致他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那么他要如何才能回到他原来的世界去呢 开局他就看到了天上的太阳 手上却抓着一只布娃娃 将它放在地上 这不是法老的宝贝吗 他居然让我们开始探索这个世界 或许能帮你找到你的答案 好家伙 这是小猪佩奇吗 怎么变成这个鸟样了 看来这个世界就是假的 可为什么这个村庄看起来这么高大上 我记得都是破乱不堪的瓦房 这搞得跟个小别墅一样 而里面却无人居住 有一个蛋糕 接着寻找下一个房间就发现了一个被锁上的宝箱 突然有个人跑出来 此时这个法老小宝贝提示 我们不能这样子走 你可以和这个村民交流一下 好在他相信我们的话 我们就帮他清理一下这些蜘蛛网 他就给了一些钞票给我们 然后还可以跟他交换点东西 有土豆有铲子有便具 只能买最上面这点东西 但是还要去上班 否则无法在这里生存 然后又换了一把便具 将这些多余的树全部给砍了 又获得了一些钞票 买了一个冲击钻 这里有一些碍事的鹅卵石 将它们全部打碎 又获得了一些钞票 突然掠夺者入侵小镇 我们都还没买好装备 只能拿着这把电锯跟他们决斗了 他对我们说乖乖交出身上的钞票 我们就走人了 否则让你尿不湿都得湿 此时法老小宝贝告诉我们 要上你自己上 我站在一边不会说话 行吧行吧 你这胆小鬼 那么只好乖乖地把身上的钞票交给他 他们就跑路了 看来是个信守承诺的土匪 但是我们又得从头再来了 法老小宝贝就瞧不起我 搞得我很没用一样 等一下就把它卖给这群土匪 好在我们的工具好在 是时候前往附近的矿井了 说不定里面也有宝贝 来到矿洞 没想到里面发生了塌方 无法前进 这个时候就得拿出我们的冲击钻 将多余的石头给挖掉 这里有个下水道 从这里掉下去 又有多处塌方 看来得直接跳过 来到里面只有一张床 还有一个铁匠工人在这里 他已经被困了上百年 终于看到了救命稻草啊 还给了一把锄头给我们 然后他就走人了 而我们接着去探索 一不小心发现了铁矿 这个家伙听到有铁矿 马上又跑回来了 把铁矿交给他 他就开始打造 然后我们重新挖一条隧道 方便他跑路 还是上面的空气比较清新 而这个法老小宝贝 叫我们是时候反击那些掠夺者了 总不能老是被他们抢劫吧 说得真容易 他们的家戒备森严 那里是我能闯得进去的 他们拥有高科技 走了三天三夜 来到了这个掠夺者的鸟窝 但是我们手无寸铁 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呢 所以说我们要等天黑溜进去 只要避开他们的聚光灯 还有红外线感应器 应该就能溜进去 此时的我已经尿不湿 差点就湿了 好在我们身手敏捷 避开一次又一次的红外线 成功来到他们的仓库 这里有个宝箱 箱子里面就有一堆的钞票 还有手电筒 将他们全部打包带走 可谁知被掠夺者给发现了 我们赶紧开溜 此时我们已经变成了小刺猬 好在我们活下来了 回到村庄 就发现苦力怕在这里撒野 果断拿出魔法棒将他们给干掉 再次回到商人这里聊聊天 是时候跟他说再见了 法老跑到我们的头顶上托马斯回旋 貌似他要进化了 结果让我们准备好接受救援任务 因为村民在他们的豪宅遇到了点麻烦 把他们解救出来 并且带到安全的地方 你就能得到回报 这小卡拉米说的头头是道 冲的人不是他 而是我 我们鼓起勇气来到豪宅 貌似也没什么问题 你确定你没在坑我吗 原来里面有一只猫 而且里面黑乎乎的 这里就有一个村民 我们将周围的蜡烛全部点亮 来到角落 就看到鬼火一闪一闪亮晶晶 他也鼓起勇气跟我们走了上来 来到厨房就有一堆的蛋糕 决定一人一半 可谁知他已经尿不湿都湿了 果你能看到我的视频 左下角有一个我的世界游戏礼包 点进去之后点击0元抽奖 之后坐等中奖 那么你就能领取这12000钻石了 没抽到钻石也没关系 里面还有很多四地皮肤可以领取 来到地下室 却光亮无比 这就是他所谓的实验室 并且给了一把小手枪给我们 可以发射闪电出来 这家伙有这么厉害的装备 还怕别人欺负他 真是搞笑 然后我们往更深的地方走 这应该就是背后的老大了 小卡拉提示 我们要小心一点 我就站在这里等你出来 试死试活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Oh my God 原来这条路是通往地狱的 这家伙已经变成这个鸟样 一半猪一半骷髅 看来已经腐蚀的差不多了 好在他并没有攻击我们 我们面前就有一座堡垒 突然被小猪佩奇给偷袭 果断拿出小手枪将他给干掉 而不远处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 好像是一把巴雷特 所以我们要避开他的攻击 先将下面的小猪佩奇给解决掉 然后破门而入 来到里面再把这些小猪佩奇给清理干净 来到这把巴雷特上面站里 把它破坏掉 这样子 就没有人是我们的对手了 然后再朝着小猪佩奇发射 一枪一个 经过三百回大战 我们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而墙壁上就有一幅画 这个小黑子什么时候跑出来的 然后把盾牌拿走 再也不怕小猪佩奇的攻击了 把它们清理干净 就从这条隧道回到了清清草原上 这就是你说的可怕的家伙 只不过就是虚惊一场 而不远处又出现了一座城堡 走过去看一看 但是大门却是关闭的 需要安得眼才能开启 然后将它放进去门就打开了 刚进去就发现了一只小僵尸 瞬间将它大卸八块 随着又来了一只 没想到里面有一堆的僵尸 只好将它们清理干净 才能接着前进 又来到了地下室 这里面居然是个实验室 而且还有墨影之地传送门 随便合成一点药水喝下去 让自己强大起来 是时候找墨影之龙算账了 然后纵身一跳就来到了黑咕咕的地方 小塔拉已经被吓得尿不是都湿了 周围漆黑一片 我们上当了 被困在墨影之地的笼子里 今天这位大佬要在MC中添加自己的怪物 然后去挑战MC中所有的怪物 那么你们会支持哪一边获胜的 直到击败墨影龙 我才知道这就是在扯淡 开局它就收集了木头 打造了木傀儡 这不就是复仇者联盟中的格鲁特吗 长得跟个小胖子一样 好在它的手臂粗大 并且给了个遥控器给我们 可以操控它进行破坏 这蛙觉得速度嘎嘎快 没意会的功夫 就只剩下两根石柱了 然后带它去其他地方收集 却不小心遇到了一群丧尸怪 而它却躲在后面瑟瑟发抖 不愿意伸出援手帮帮我吗 意外获得了一个铜傀儡 然后将将它给打造出来 没想到长得这么矮 这也太扯淡了吧 看看都有什么技能 结果说没吃饭 使不出来 给了几个苹果给它 然后我们就来到了沙丘上 这里有一个村庄 突然有一个铁傀儡出来了 不断朝我们攻击 以为我们是入侵者 那么只好将它给击败 原来这个铜魔像会给我们启动魔法免伤害 难怪这铁傀儡无法将我给击败 并且掉落了两个东西 原来是祖母绿傀儡 将它召唤出来 长得跟猪猪八戒一样 还可以骑在它的上面走动 估计也就只有这点能耐了 而沙漠上的僵尸居然长这个样子 它突然使用技能泰山压扁 就将丧尸给压扁了 一路疯狂收割这些丧尸块 来到他们的寺庙 将这些天梯全部收集起来 这样格鲁特破蒙而出 打造一个天梯 这应该就是石头怪吧 长得牛高马大的 看起来就是个高手 可以用身体将墙壁给撞开 这样我们就有五个手下了 看谁不爽就顶了 接着去收集下一位 直接闯入掠夺者的家 让石头怪跟它单挑 而我们体型不够大 站在一边坐山光虎斗就好了 经过三百回大战 铁傀儡就隔屁了 可把我们乐坏了 然后就掉入了一个魔像 只不过需要一些铁块 然后穿在身上 就开始打造 就得到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掠夺者 长得跟只大金刚一样 还可以停在它的狗头上 刚刚它不是很牛的吗 还不是乖乖地当我的小弟 而它家富豪也被我们收入囊中 接着寻找下一个徒弟 再次回到矿洞 把这些碍事的僵尸全部给击败 有了掠夺者的冲撞技能 就是方便多了 用它的牛角将它们全部顶下去 但是它们数量众多 注定是一场持久战 经过三天三夜 我们成功清理干净 意外发现了一堆的红石 一次性将它们收集起来 还得到了红石魔像怪 将它合成起来就变成了熔岩怪 比石头怪还要大只 看来我们的实力又增加了一大截 是时候去地狱收集徒弟了 打造传送门 就来到了地狱 起码得弄几个燃烧棒 找了大半天才找到 然后进行打造 就变成了火影忍者 看起来适合当跑贼的 而它的技能是将怪物扔出去 属实有点厉害 然后来到堡垒里面 毕竟这里面有一堆的小猪佩奇 而他们正在开大会 貌似国王也在这 结果我们被他看中了 要在这里进行决斗才有资格出去 这也太小看我的手下了 那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决斗 没一会的功夫 这群小猪佩奇就慌了神 可把国王吓坏了 于是丢了一个傀儡头像 将他进行合成 好家伙 这么小一只 然后还获得了一些安德眼 原来他的技能是复制 丢给他的东西 他会复制给我们 然后我们就得去 墨影之地传送门了 直接启动 然后带着我这帮徒弟纵身一跳 就看到了这头傻乎乎的恶龙 那么真正的决斗才正式开始 到底谁才是最后的王者呢 小的们 是时候看你们的表演了 结果瞬间被干掉了 还得到了沙漠傀儡 将他安置出来 居然是一头魔龙 长着一双恶魔翅膀 他一人跟墨影龙进行单挑 我们在下面为他加油助威 他成功获得了胜利 所以说我们的手下是很牛的 那么你最想拥有哪一位呢 先这位大佬挑战 隔壁一次就能得到金币 然后利用金币购买道具来加快隔壁 这是什么奇葩的人才能想得出来呢 开局他就找一个有坑的地方跳下去 他就隔壁了 然后重新复活 就得到了一个金币 召唤隔壁之门 从这里走进去 就来到了隔壁超市 就一个东西是无限图腾 只需要一个金币 果断将它买下来 然后我们再接着去挑战更深的地方 Oh my god 结果我们并没有隔壁 因为需要升级 这次我们直接潜水吧 然后掉入岩浆默默地等待隔壁 而我们的金币就不断地增加 再次开启隔壁之门 从这里走出去 这个东西只需要十个金币 将它买下来 原来是个鱼竿 我们就勾住了一只小羊 将它抓过来 我们又可以获得金币 这速度不是很快 所以还是去海里面钓鲨鱼吧 结果毛都没有 再次跳入岩浆里面洗个热水澡 金币疯狂增加 来到了60多个 再次进入隔壁超市 买了一个陷阱 将它放在这里 只要我们踩上去 Oh my god 直接腾空起飞 每踩一次就可以获得一堆的金币 这效果属实有点快啊 没一会的功夫 我们就搞到了这么多个金币 再次来到隔壁商场 我们可以买一个奶牛村民的钥匙 出来之后就有一个箭头指引我们 来到目的地就是这个村庄 原来这头奶牛在屋顶上 可惜这个村民并不想搭理我们 只好利用这个陷阱跳跃来到屋顶上 将这些奶牛给抓走 看来一共要抓12头 这里就直接跳过 把这12头奶牛放在一起 我们就站进去 就会以每秒增加100个金币的速度疯狂增加 这速度还是可以的 一下就收集了6000个金币 再次进入隔壁商店 可以买一个冰魔法 就可以把土变成冰块 然后我们再进去把自己给冻伤 又可以获得金币 这速度还是挺快的 一下就1.4个W 来到隔壁超市 买了一个闪电特效 这不就是被雷劈吗 每走一步就被劈一下 这金币的速度是以以下1000个来增加 然后来到掠夺者身边 也让他们感受一下闪电的滋味 一下就来到了5个W 再次进入隔壁超市 这里有一个被诅咒的沙漠金字塔钥匙 将它买下来 然后就有个箭头指引我们来到沙漠上 就提示解锁 然后进入金字塔里面 就提示木乃伊需要某人的精华 居然是要我的精华 那么就意味着要我隔壁 这里就有个千斤顶 只要通过这个开关就会掉下去 然后被闪电劈一下 掉下这个地方被千斤顶一砸 或许它就能得到我的精华 Oh my god 我的灵魂被它抽走了 但是只完成了三分之一 还不够 那么只能接着去寻找其他的开关 没一会的功夫就把它给激活了 木乃伊也从里面走出来 怎么长得跟个箱子一样 此时我们的金币可以成二的倍数 是时候去墨影之地了 先把这头傻龙给买下来 然后来到路口 从这里跳进去 怎么到处都是坟墓 然后它只剩下骨头在宫中盘旋飞舞 那么要如何将它给干掉呢 看来需要把这些紫水晶全部给破坏掉 然后把它吃下去就产生了黑洞 将这头龙给吸收掉 我们就成为了黑洞 整个MC都不是我的对手 而我也被自己给吞射了 这位大佬要挑战成为MC中的首富 并且让朋友家族成为他的员工 帮他赚取更多的钞票 直到成为世界首富 那么他能否成功了 开局我们只是个打工仔 所以只能靠自己 那么要如何成为有钱人 首先召唤商店看看有什么 Oh my god 这也太炫酷了吧 第一位就是红朋友 他有炼金术 可以免费得到它 将它拿走 他的属性是看到的物品都会转换成金币 这也太酷了 先将它召唤出来 然后就开始为我们服务了 没一会的功夫就得到了一堆的金币 看来他的点是成金技能真牛皮 再次交换商店进入 而旅朋友只需要25枚金币便可购买 看看他的属性是什么 好像要吃掉别人家的房子 赶紧把它收回来 然后放到青青草原上 他吃掉的树就会变成金币 这也要牛掰的吗 没一会的功夫就只走了一大片 只要跟着他的脚步走 我们就能得到金币 再次召唤商店 这次要买男朋友了 也可以买黄朋友 结果提示不够 看来我们还得接着收集金币 男朋友的属性是可以挖一个5x5的罪道出来 结果这金币掉落的速度还要快 话说你们想拥有这种技能吗 为了提高更高效速度 让他们三个人分工合作 巧妙地利用属性一个生产一个关闭一个触碰 这样子就可以得到一堆的材料 我们就自然能得到一堆的金币 看到我这背包没 又得召唤超市了 进去就把黄朋友给买下来 来到岩浆这里就把他放出去 场面十分壮观 他居然把岩浆给吃掉了 这属性有点疯狂啊 而我们的金币却被他白白浪费掉了 看来这家伙要不得 还是把他放到水里试试看 结果他不喝 早知道就不要他了 再次来到商店给他们进行升级套装 结果金币不够 只好接着让男朋友去收集金币了 没一会就买下来 结果我们穿不进去 需要钻石套装才可以 来到外面 我们就穿了上去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属实有点搞笑 融为一体后 金币就显示在左边 再把黄朋友放出来 一瞬间就上万了 这速度够快的 但是这个黄朋友感觉上辈子没吃过饭一样 一口就将岩浆给吃完了 一下就有44的打本 接着来到商店买了一个子朋友 将他放到山洞里 他就会自动抓僵尸 这技能也太猖狂了 被他看到的怪物都无法躲开 然后来到地狱 把黄朋友放出来 结果他把我们坑了 他在岩浆里出不来 好在他关键时刻把岩浆给吃完了 否则我尿不湿都得湿 红朋友被烫得凹叫 这次不能失误了 把他放进岩浆里面 他就开始大口大口地吃了 这金币的速度嘎嘎快 没一会的功夫就12个W 但是这家伙开始起来就控制不住 又把我自己给坑了 还是回到青青草原上 此时我们有25个W 再次召唤商店 这个彩色宝箱需要2.5个W的金币 将他买下来 再买一个灰色朋友 一个绿色朋友 将他们通通召唤出来 他直接腾空起飞 瞬间炸得天崩地裂 这家伙可不是闹着玩的 随便一脚就是一个坑 先看看这个宝箱有什么用 结果我们的金币翻倍了 绿油油的怪物可以骑在他的身上 使用了黏膜攻击 范围也太广了吧 只要配合这5位 岂不是分分钟超过比尔盖茨 没一会的功夫 我们就来到了23个W 然后又买了一只丑小鸭王了 他居然会下蛋 只要经过的地方都会被炸掉 这也太扯淡了 一下34个W了 没一会的功夫就88个W 再次进入商店 把粉朋友给买下来 他具有吞噬技能 可以吃掉周围的建筑 看到没 没一会的功夫就吃了这么多了 现在可以买这个恶魔了 需要75个W 让他放出来 根本不受控制 连战的地方都快站不住了 还是召唤绿朋友出来 带我们腾空起飞 此时的MC已经被我们破坏的惨不忍睹了 而我们的金币也达到了100个W 就问你们牛不牛 在MC谁会成为最强的复仇者英雄呢 有的人说是绿巨人 也有的人说是雷神 就连蜘蛛侠也有人说 他除了会吐司 哪里比得过会飞的钢铁侠 为了证明给你们看钢铁侠才是最强的 并且强化了他第四代钢铁侠内米制服进入 只要能阻止灭霸这三个兔崽子存活100天就算最强王者 首先第一天我们变成土领 但是我们没有穿钢铁侠衣服 而灭霸和他的手下在那里蹦蹦跳跳 因为他手上已经掌握着手套 随时可以打响响指 必须在100天内拆除他脚底下的三枚炸弹 首先需要打造第一代钢铁侠套装 先打开我们的菜单技能 看看需要什么东西才能制作 这些材料我也看不懂 但是我们也有钢铁侠手套 先解锁第一个能力分裂投掷者 此时我们只有一个小爱心 随时会被灭霸给解决掉 此地不亦久留 先跳进水里面潜水 灭霸已经派出他的一号小弟来击杀托尼 来到这个村庄 赶紧砍点树 然后寻找铁侠蕾 差一点就被傲创给发现了 必须想个办法解决掉吧 先将铁侠蕾给激怒 然后引诱傲创过来 让他和铁侠蕾自相残杀 然后我在出气不意 让他尿不湿都得湿 成功被铁侠蕾给消灭掉 趁这回功夫接着砍树 然后合成一把木箭 然后利用地势进行攻击 成功将铁侠蕾给击败 获得了一些铁 做出一个水桶先 哦 百大 没想到苏打水 就在这附近被他偷袭了 只剩下三个小鸡腿 赶紧先跑路仙 然后吃点猪排 又遇到了猎霸 可把我吓坏了 接着跑路仙 毕竟我们现在不是他们的对手 我身后的手串紧追不舍 只好使用岩浆 撒在他的身上烫了 他嗷嗷叫就隔屁了 然后将他身上的装备给抢走 紧接着苏打水也找到了 我们还是用同样的办法 将他给解决掉 接着就轮到猎霸 来到我们面前 差一点点就被他给抓到了 其实我们只剩下两个小星星 只能引诱他上他 趁他不注意果断将岩浆丢出去 然后再攻击他成功 将他解决掉 可把托尼勒坏了 毕竟这才第一天 赶紧制作我们需要的工具 然后坐上我们的小船 离开这个地方 没想到他们又在后面追着我们 我们只剩下一个半小星星 在海上漂流大半天 到了晚上 海里面的珊瑚礁真的太美了 谁要在这里抓几条鱼 来填饱肚子 因为钢铁侠的第一个技能 因为喷火器这样子就可以制作烤鱼了 紧接着去解锁第二个技能 后面的追兵紧追不使 然后来到这个岛屿上 他们却在后面追 果断使用喷火技能 看来这个效果不错 让他们上不来 其中有一个隔屁了 到了第二天太阳升起来了 现在要去找点吃的 然后开始打到钢铁侠基地 因为我们要把芯片给制作出来 才能启动能量堆 知道我为什么会来这个洞里面去做吗 看过钢铁侠第一步都知道 他是被关在洞里面 而且还是沙漠上 所以为了真实还原 所以我们尽可能达成一样 然后进入里面 这个就是框架了 左边就是打造钢铁侠的推甲 是时候开始制作这些材料了 首先需要32个火药 64个铜和64个毛线 红是最容易获取的 只需要挖就完事了 而蜘蛛王只能跑去 盘丝洞里面寻找了 这里面的蜘蛛精老兄了 一不小心就会被他引诱 好在托宁一支钢墙 那还是搞个盾牌比较保险一点 然后将这里的蜘蛛精 全部解决掉 就接着寻找火药 只好来到外面寻找苦力怕 毕竟他是一个自爆的丧尸 他的身上应该可以得到 这玩意靠近他有一定的危险 还是利用喷火枪进行远程攻击 没想到灭霸带着他的手下出来偷袭 我们只好到处喷射火焰了 毕竟他们人数比较多 必须采用车轮战术 一对一进行单挑 而不能一对三 利用这里的建筑进行走位 就只差一个坦克了 他也被我们给解决掉 接着去解决苦力怕 火药也收集齐全 就差铜了 铜锯炼制出来才可以 然后就大功告成了 NK1铠甲就在我们的背包 然后来到外面就将他穿上去 看起来丑不拉击的 毕竟第一代拥有15个小爱心 附加力量和速度为一 感觉还不错 起码我们不再害怕坦克了 而且高空坠落可以造成一定的伤害 我们将喷火器融为一体 敢问还有谁 现在就可以去找灭霸这个傻叉算账了 并且要拆迁他手上的炸弹了 顺便升级一下戴维斯人公助手 因为电影里面都是可以跟他说话的 这样就可以方便我们操作了 但是还差两样东西 四个钻石和一个人工羽鹰 现在我们有铲子斧头搞个剑 只需要向下挖 就有可能得到钻石 然后获得了五个 就差羽鹰助手了 那么羽鹰助手哪里才有 无非就是人类的村庄才有可能有 这是一座废墟的城堡 我们要超级小心 因为不知道里面的陷阱怎么样 找了大半天才发现羽鹰助手 过你拿走了别人东西 所以要尽快离开 谁知又遇上了灭霸和他的手下进行围 好在这附近有天梯作为掩护 将他们引爆 可把他们炸的凹叫 再加上我的喷火器 让他们无法靠近 而我回到了基地 这里要特别注意 如果不在一百天内解除这三个炸弹 那么服务器就会瘫痪 你我之间再也无法相见 完全要靠我这个钢铁侠来拯救这个NC 这个地方已经被灭霸他们发现了 所以要换一个新的基地 欢迎各位来到我全新的钢铁侠基地 看这设计你们就能猜想得到 就是钢铁侠在峡谷上面的实验室了 但是我们没办法还原它实验室里面的那些骚操作 只好将就地看一看 这边是小型工业品 而这一边是汽车炼制厂 而这里是自动熔岩农场 现在就要来解锁贾维斯了 首先我们进入胸部 将这五颗钻石和羽鹰助手加进去 就合成了贾维斯 就是我们手上这个宝剑 它可以切换任意形态的工具 就问你们牛不牛 接着解锁手套的第二个技能喷气套 就是一道激光射出去 瞬间让敌人尿不湿都得湿 要想解除这个技能 就需要用弩击败20个掠夺者 用山羊坠落伤害两个恶棍 这次的升级要求挺简单的 首先制作一把弩 将这些材料放进去 合成出来就去找掠夺者单挑了 一个又一个被我们击败 但是托尼身上也被射成了马蜂窝 好在有钢甲在身上 一点也不怕 接着就要去找山羊了 山羊一般都在悬崖峭壁上 先挖个洞将它们放进去 然后等待猎物出现 但是那些恶棍在哪里托尼并不知道 只好去恶棍基地引诱它们过来 找了三天三夜才找到它们的位置 这里有一只鹦鹉先生 假装让它们看到 引起它们的注意 然后它们就追出来了 我们来到树顶上 等它爬上来 就用羊脚顶下去 只要高度足够高 足以将它摔死 接着还有一个苏打水 趁它不注意将它推下去 成功完成了两次击杀 然后将这个技能给激活 这空气泡非常给力 就连猎霸都上不来 成功将它给击败 就问你们牛不牛 顺便将它们的基地给破坏掉 让它们尝一尝无家可归的感觉 苏打水博士又隔屁了 直接杀入内部 傲创居然想跑路 可经不起我两三下的偷袭 搞不好它们在这里藏了一个炸弹 找到炸弹就需要解除电源线 否则会被引爆 先将周围的小怪给清理一下 然后就要离开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不知道减哪条线 只剩下五天的时间了 身后的追病穷追不舍 足足追了一晚上才肯放过我 身上又是猛蜂窝 先回到基地站休息一下 好不容易回到家里 才发现灭霸手上的三枚炸弹 居然玩密码才可以解除 否则还是会爆炸 但是第一枚五天后就要引爆了 所以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 好在我们的钢铁侠套装里面 有一个无人机装置 只能通过它来强化自己变得强大 因为钢铁侠电影里面 这一招足以下的灭霸的手下尿不湿都得去 首先需要用到这些材料 十个金萝卜 高烟花火箭和三十颗祖母绿 烟花就比较容易 只需要纸和火药 方可制作 而祖母绿只能去挖 然后就收集了三十个 然后再把口袋里面的火药和纸张 合成烟花 就差金胡萝卜 那么只能先去村庄搞点胡萝卜 然后再从炉灶里面取出黄金 就可以制作黄金胡萝卜 成功解锁了无人机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小一架 怎么跟电影的不一样 你在忽悠我们吗 额外获得的再生能力和抵抗力 这两个技能 先召唤十台无人机出来 紧接着需要升级钢铁侠为MK3 需要用到更先进的材料 需要32个金钉和一个图腾面包 还有128个飞料 好在背包里面还有金子 将它合成金钉 但是图腾的话只能去德兰大厦买了 就是这座豪宅 但是要想去到这个地方 就需要拿到一个工具 就比如水上滑板车 可以有效加快我们的速度 我们的MK50钢铁侠的滑板车都有了 来到德兰大厦就开始抢图腾 结果不小心将他们的豪宅给烧起来了 现在我们手上有三个图腾 李引爆的时间很接近了 是时候升级MK3 然后将它合成 直接穿上了红灿灿的钢铁侠 就问你们帅不帅 起码这个模型没之前那么重 走起路来轻飘飘 还可以飞起来 而且力量也得到了提升 来到外面就启动飞行模式 再也不用走路了 现在就前往灭霸基地拆除第一个炸弹 他们居然跑路了 留下了一张纸条给我们看 并且打造了三个基地 每个基地里面都有一枚炸弹 只有将它们消灭掉 才有可能将炸弹解除 找到了第一个基地 原来是傲创 果断跟它决斗 现在的托尼可不是以前了 两下就让它解决掉 从这个入口下去 又发现了傲创 并且召唤坦克 一下就被我击败 这个博士也跑出来 也抵挡不了我们的攻击 只好让灭霸上场 它还是有点牛断 只好先去寻找炸弹 发现上空有一道蓝色的管子 说不定只需要剪掉蓝线 就可解除这枚炸弹 结果我们失败了 炸弹自动锁定五天后才可以解除 最好先回到基地 升级一下第三个技能 就是跟踪导弹 探过钢铁侠的都知道 可以在它的手臂上召唤火箭炮出去 这威力可不想要 需要解锁 这个技能就要炸掉一千个地方 摧毁三个产卵器 用空气炮击败四个丧尸 这里我们就直接跳过 经过一整天的努力 终于完成了这三项要求 已经来到了傍晚 赶紧解锁我们的跟踪导弹 这威力属实牛逼 一炮一个小卡拉 只要被我们的导弹锁定 无论它到天涯海角都会被击中 接着来到炸弹面前 输入密码 意外地被我们解锁 成功将它的炸弹给拿走 然后就离开这个鬼地方 可把傲创7的凹叫 现在它们手上还有两枚炸弹 然后将炸弹丢在青青草原上瞬间爆炸 但是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而且这两个基地我们还不知道 但是现在又要接着升级钢铁侠 接着解锁第三个技能 需要紫水晶碎片 粘性活塞和日光探测器 这里我们也直接跳过 将这三样东西收集之后就获得了激光眼 只要被它射到就会被破坏掉 看谁不爽就射谁 接着升级第四个技能召唤钢铁军团 就可以召唤无数个钢铁侠出来 与我们并肩作战 看过钢铁侠电影的都知道 但是要想得到 它就必须在一个村庄解决掉20个漫步者 用爆炸击败6个恶棍 这也太简单了吧 还是直接跳过 昨天成功将傲创的炸弹拆除 接下来我们就要研究小火箭 先去收集火样 然后就得到了34枚火箭 接下来就可以去找灭霸和博士算账了 来到博士的基地里面 发现它并不在家 这下我们就可以随便浪了 但是还不知道 他把炸弹藏到哪里去了 没想到博士居然回来了 而托尼发现这里有一个提示牌写着1 看来第一根需要剪的就是黑色 来到二楼就发现这枚炸弹藏在角落里 然后就听到博士的脚步声 这里的窗户都是绿色 看来第二个电线就是绿色的 结果猜错了 炸弹又被锁定5天后了 想起警报 敌人就跑上来抓我们 结果一炮就将他们给干翻了 先离开这个地方 但是还要完成这个任务 来到他们的秘密通报 才发现他们拥有传送门 可以随时随地来到对方的基地 难怪每次都能遇到这帮人 完成了这个任务 就可以解锁钢铁军团了 赶紧将它召唤出来跟坦克战斗 可怜的坦克被我们群殴 但是这枚炸弹只能5天后再来一趟 回到家里就开始研究内米技术了 因为钢铁侠的最后一代 就是这个黑科技了 首先收集5个骷髅感应器 可以在古城买得到 但是要避开点预长 因为来这里只是为了拿走传感器 并不是跟它作对 然后要制作观察者需要用到 6个鹅卵石和2个红石一个石鹰 而比较气就更容易了 只需要3个石鹰 3个红石手电筒和另一个石鹰 然后就可以解锁内米技术了 打开贾维斯语音助手 让它激活内米系统是时候 让你们见识真正的威力 先给自己的跳跃提升到10个等级 我们现在拥有30秒的跳跃时间 可以跳得老高了 试试另一个功能 多给自己10个小爱心 Oh my God 远远超过10个小爱心 还有4天才可以拆炸弹 先研究一下MK50钢铁侠吧 需要一颗恒星的海洋之星 所以跑到海底里面去寻找 找了三天三夜 成功找到一艘轮船 结果并没有发现海洋之星 只好跑到另一艘船上去吧 结果获得了一张藏宝图 前往这个目的地 就发现了一个宝箱 成功得到了海洋之星 将它拿走 但是现在又需要另一颗恒星 这就有点难度了 先去末日博士基地里面拆炸弹 看来今天它又不在家 原来是把炸弹转移了 又得花时间去寻找它的基地了 在74天成功发现这个基地 而它在这里蹦蹦跳跳 还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它附近 来到这个房间 并没有发现炸弹 难不成是藏在这个大厦里面吗 只好跟在它的屁股后面 从二楼的窗户爬进去 找了大半天也没发现这个炸弹 但是意外地获得了解所密码 这里有三张浅蓝色的床 那么第二个数字可能是黄色 第三个是浅蓝色 先将博士给击败 就找到这枚炸弹 被铁龙关在里面 首先将岩石给挖开 可惜博士在这个时候跑进来 只好先将它们给解决掉 接着来拆除炸弹 先是黑色 然后是黄色 然后是浅蓝色 最后一个是浅绿色 成功将这枚炸弹给解除 赶紧跑路 然后将它的大厦给破坏掉 回到家里接着研究MK50钢铁侠 我们有了核心 还有滑板车 还有海洋之星 成功解锁了MK50 就要解锁钢铁侠PLUSA 首先来到墨影之地击败墨影龙 获得紫水晶 然后拿走它的一个龙蛋 还差最后一样东西 来到这座城堡 就将它给带走 现在就可以合成钢铁侠款 就问你们帅不帅 长得的这么大只 而且拥有50个小爱心 力量速度跳跃都得到了提升 现在拥有无限飞 而且从高中坠落也不会受到伤害 这威力足以让灭霸尿不湿都得湿 回到家里 才发现灭霸带着它的手下来破坏我的基地 布满了一堆的天梯 这也太过分了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成功将它们给击退 然后离开这个地方了 是时候打造复仇者联盟基地 这外观想必你们很清楚吧 这可是钢铁侠电影里面的召唤基地的位置 现在手套就差最后一个宝石了 每颗宝石都会给我们不同的力量 红宝石允许我们瞬间引爆 而黄宝石会删除所有玩家拥有的空间 剩下这三个宝石就等实战经验给你们看 是时候找灭霸的基地了 就在不远处 它的家的应该就在里面了 先将它引出来 让它见识一下我们的威力 直接炸出一个深坑来 它瞬间就不敢来了 但是先要摸清炸弹密码才可以 这墙上有不同的颜色搭配 说不定这就是密码 然后来到炸弹面前 先是紫色 然后是黄色 然后是红色橙色 最后是蓝色 成功解除这枚炸弹 这可是第99天 我们差一点点就无法阻止灭霸的毁灭计划了 它现在一动不动 估计是很不爽 毕竟我们破坏了它的美梦 你们会喜欢这样的灭霸吗 复仇者联盟你最喜欢哪一位英雄呢 反正我是喜欢钢铁侠的 在MC当中谁会成为动漫里最强的人物 有的人说一拳超人 也有的人说是孙悟空 但你们都说错了 最强的其实是陆飞 无信的话就接着往下看 看看陆飞是如何成为最强王者 我们在MC里面添加了他的橡胶果实能力 但是会被海军三大巨头追赶 并且存活100天才可以获得海贼王的称号 你们会支持哪一边呢 首先第一天陆飞小子来到了自己的船上 但是他并没有获得橡胶果实的能力 我们只有五个小爱心 先看看陆飞的升级菜单需要什么东西 这三位海军大佬就在我们附近 先离开这个地方 千万不能开局就被他们抓到 这样子就没得完了 先来到船顶上砍点树 好巧不巧将黄元给送下去了 紧接着亲自也来到这里 看来我们速度要加快了 然后纵身一跳 从这个火板门进入 利用刚刚获得的木头制作一艘小船 没想到这个萨卡司机也在这 吓得陆飞尿不湿差点死了 然后纵身一跳 来到海里乘坐小船跑路了 因为这个时候的陆飞并没有获得捕食能力 并不是一只汉鸭子 而后面的三个元帅大将都是捕食能力 所以不敢跳下水里抓陆飞 可把我们乐坏了 先来到这座岛屿开始打造我们自己的基地 先收集一些木材 然后来到山的另一边开始挖山洞 这样子他们就不能马上发现我们 动力已经设计完成 但是还是需要收集一些常用的装备 先制作一张床 然后还有个盾牌 看来今天要累成狗了 忙了一整天太阳也下山了 先制作一个门 然后就躺在床上睡觉了来到了 第二天觉得这个空间并不够大 所以需要扩建 但是先要去找点吃的填饱肚子先 不然饿着肚子也干不了活 好家伙 亲自利用他的冰能力将海水给动起来 这样子他们就可以行走在海水上面来抓捕陆飞 赶紧跑路 免得被他们抓到 但是他们的速度太快了 只好跟他们正面挑战 一不小心将萨卡基斯击飞送入海里隔屁了 接了就是亲自 而黄元在后面偷袭陆飞 好在都是自己人 假装的被我击倒掉入海里面隔屁了 而黄元就更不用说了 他都是老演员了 现在又可以安静一会去收集我们的东西了 经过六天的工作 欢迎来到全新的陆飞基地 我们将洞口藏在瀑布下面 看看他们敢不敢从这里进入 是时候要获取橡胶果实了 首先需要两个黑药石 金苹果八个 四个年夜球 先去打造一个钻石稿 来到矿井挖几个钻石 就能合成钻石稿 然后我就去收集黑药石 接着就是金苹果和年夜球 先在外面砍点苹果树搞点苹果 然后回到矿井里面挖点金子 就差最后一个年夜球 那么只能去史莱姆身上药了 找了一下午才找到这个沼泽之地 发现了大量的史莱姆 一顿操作猛如 成功获取十个年夜球 然后离开这个地方 新的一天 我们将要合成能力果实 然后我们的背包里面就出现了这个丑不垃圾的果实 让它吃下去之后再说 此时海军三大元帅出现在山顶上 然后一顿嘎嘎吃下去 现在我们不是小若基了 是时候可以反击了 根据页面的显示 陆飞拥有伸缩手臂攻击 就问你们牛不牛 从这个视角看可以远程攻击 从高空跳下去也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因为陆飞有弹性 搞得这三名大将无法贴近我们 一刀又一刀被我们砍倒在地 成功将他们给击败 一档的陆飞就这么牛逼了 但是我们吃了果实之后 也会变成汗鸭子 无法在水里面游泳了 不信的话我们可以试试看 瞬间嗷嗷叫 全身无力感到头晕 而且还可以远程采矿 不需要跑到面前 是时候进化第二档了 拥有援手枪 要想激活这个技能 需要用弓箭解决掉15个的蜘蛛精 打败两个女巫 这里我们就直接跳过 然后就解锁这个技能 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没想到萨卡吉斯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正好可以拿他来做实验 但是他蹦蹦跳跳 保住我们无法抓到他 还是将他送进海里面 此时轻质和黄源在背后搞偷袭 这一拳打在黄源的脸上 可把他疼得嗷嗷叫 场上就只剩下轻质了 他只好假装再次掉入水里面 然后我们撒腿跑路了 但是陆飞属于那种吃货级别 动不动就消耗体力 所以要获得无限重复使用食物的技能 来保证他不会饿 要想解锁 首先需要一根鱼竿 32个干海苔和32根胡萝卜 那我先去钓鱼 直接跳过 成功解锁无限量的食物技能 只要一饿就会自动填饱 并且给了一个水下呼吸的技能 但是给陆飞没用 因为他不敢下水 是时候进化陆飞的第二档 先研究陆飞的技能 这个技能也不知道怎么说 就一串字母 从动画来看应该是空气炮 想要解锁它 就需要扔出128个雪球 获得一座城堡 利用手枪炮击败三名海军 先由简单的来 在16 17天 我们来到了一座古城 却在18天被丧尸怪给追赶 成功得到了催化剂 接着就是扔雪球 咱们直接跳过 接着就要去海军基地 找那三个老头子单挑了 毕竟现在我们不是以前了 坐上小船 发现他们的基地 趁他们不注意溜进他们的家里 将他们的床给破坏掉 看他们今晚怎么睡觉 却不小心被萨卡发现了 紧接着青智也来了 两个人对付一个陆飞 没想到黄元也来了 现在陆飞被三个人群殴 先来到外面 利用身法走位 一个又一个将他们解决掉 先是萨卡 接着黄元 最后是青智 因为他们的床已经被我破坏掉了 所以无法在这里复活 接下来就要解锁空气泡了 可以看到攻速加快 先用这头奶牛练练手 瞬间让他尿不湿都湿了 这个技能还算不错 接着下一个技能升级超强手臂 要想得到他 就需要64根藤蔓 64根这堂和一张音乐光盘 好在我们的口袋里面 有一张音乐光盘 至于藤蔓和这堂 是需要一把剪刀了 然后前往沼泽之地弄点藤蔓 弄了32个 还差一半 但是天已经暗了 要回家睡觉了 可谁知海军大将偷我的家 可把我气得凹叫 只好跟他们正面交战 让他们尝一下我的空气泡 可怜的萨卡 被我们捶在角落里动弹不得 成功将他们给击败 好在大部分的建筑都还在 将材料全部打包带走 就得寻找新的基地了 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新家 这次咱们建在船里面 因为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旁边那艘船就是海军的 接着解锁我们的技能 由于音乐光碟被破坏了 所以要重新获得 先去古城里面的宝箱寻找 成功获得 在28天 我们就得去寻找这堂了 然后就差腾慢了 成功解锁这个技能 比如这么远的树 只要轻轻使用这个技能 就可以来到对面 这操作就问你们牛不牛 只要我们想去哪里就抓哪里 可以让我们加快逃跑的速度 但是我们的第二单还没有解锁 因为需要128个灵魂之杀 和48个腐肉 还有横幅图案 先去地狱里面收集灵魂之杀 然后再去堡垒里面获得横幅图案 这里咱们就直接跳过 现在可以启动二档 可以看到路飞的身体变成粉色的了